欢迎收看中天五间新闻我是洪淑芬 首先的关心是在台中大雅区 有名年仅两岁的小男童 上个月在住家外落单 被十几只的野狗叼走 拖到了附近的菜园疯狂的啃咬 家属发现之后 这个男童的全身上下已经有多处的撕裂伤 送一只后缝了一百多针 而今天上午家属出面痛批 市府的处理怠慢 打算要申请国陪 目前的最新情况 我们要请记者廖荣云来告诉我们 荣云 好 主播台中一名两岁的小男童呢 在住家这附近呢 遭到十多只的野狗 拖到附近的菜园里头疯狂的啃咬 造成他的头部 还有他的四肢以及生殖器 都有多处的撕裂伤 那么送到医院的时候呢 缝了一百多针 那么上午这个妈妈带着他的儿子出面呢 让大家看到这伤势是相当的严重哦 那母亲是相当的不忍 因为真的不知道怎么会在家里附近呢 竟然会有野狗跑到家里头来把小孩子给拖到附近的菜园里头 疯狂的啃咬那么希望相关单位能够尽快的处理 我们来听一下稍走的这一段访问 我们在那个所述房外面等了六个多小时 真的很久 因为那个是一个煎熬 然后整个出来是全身都是伤 全身多处性的那个撕裂伤 可以听到这妈妈真的是相当的不忍心 而且透过镜头你可以看到这一名小男童的头部 还有耳朵 甚至是多处的撕裂伤 而且还缝着针哦 可以看出来两岁小男童忍受这样的病痛 其实是非常的辛苦的 那么其实在这个坦雅神这个附近呢 其实有常常有野狗是跑来跑去的 那么这附近的住户就觉得说 是相当的危险 而且多次的通报了防疫处 怎么都没有人来处理 为什么要等到真的有这样的意外发生之后 才愿意来出面处理呢 那么上午呢 这个母亲出面控诉 不排除要提出国陪 以上我们到现场的最新情形 镜头交换棚内 好 这两岁童呢 遭到野狗啃咬 现在家属呢 打算要申请国陪